南加州之前有森林大火 那么在这个加州大火的同时呢 那么慈祭人就已经在第一时间来给予各项的关怀跟支援 这之后呢更走上了街头进行募款还有募善念 那么在旧金山的慈祭人文学校的小朋友呢 爱心不落人后也一起参加了劝募活动 同时呢他们不但是出钱处理 在募款之前老师也借着机会给他们有机会教虑 小朋友呢真的能够把握这个机缘 贱苦支付 旧金山慈祭人文学校的小朋友 为南加州大火募款前要先来个机会教育 很多人现在没有家可以去耶 因为啊他们家被火烧掉了 可是啊你们这个礼拜你们还是去外面 Hollywood还有地方去药茶耶 你们有没有很拉皮 虽然还只是个小孩 不过也可以尽一份心力 有钱出钱 每一天every day我们可以 put a penny也可以 5 cents a nickel也可以 10 cents 该也可以 没钱则有力出力 小朋友在爱心卡上写下自己对灾民的祝福 还有人亲自参加募款活动 奶奶 谢谢 拿着海报看板 募款箱以及大宝也就是福会桶 这群年纪小小的孩子们为南加州大火的灾民 奉献出自己的心力 大约新闻美国旧金山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了